哈喽 腾讯视频 俄剧有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赖毅 我在《九流霸主》中 饰演的角色是李清流 我觉得李清流是一个 外表看上去很老 但其实内心 非常纯洁 也是有 炙热的感情 但是不善眼表 的一个人 我非常希望 有李清流身上那种 认真的特质 有一次 因为拍《九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玩《光之荣耀》 然后 玩得也还不错 然后呢有一次休息的时候 然后 大家闲着就问 要不要一起组排 然后我其实是随口说了一句 我说 可能 我的心 太高了跟你们排不了 然后说 你多少个心 好大的口气 我说 我王总58个心 其实我是很 很 就是随口一说 也没有说是想要说是 炫耀什么的 结果 那天之后 然后再去现场的时候 就被他们冠以58个心的称号 见我就说 哎哟 58个心来了呀 这个被查得还挺搞笑的 嗯 呃 其实我在大学当毕业之后 学了差不多快 一年的服装设计 就对 呃 服装怎么样一个设计流程啊 从 画图 从灵感 到 画图构思 再到一些质版 然后缝那些衣服 有学过一些 其实有些底子 其实每一个角色 他们身上 都有一部分 我身上的性格 要说最像的话 其实 都有点像嘛 也没有说是 有哪个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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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的 浪克 就是可以自己四处床的 自由自在 无拘无庶 那样 会比较 过得比较潇洒 你们知道 我爱喝什么吗 我爱喝喝你们 呃其实我觉得他不能 就是 还挺可爱的吧 我觉得就是 比起 特别 会说的人 我更喜欢 就是会 行动去证明自己的 会比较安全感 会比较 比较 比较实在 比较真诚 好像 没有穿过女装 但如果有角色需要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我最想 拥有 那个 罪恶王冠里面 一满级的那个超能力 王之力 就是可以把别人的心灵具现化成 物品 来使用 有搞笑的 有甜的有孽的 满足你的各种需要 香蕉 香蕉还是水蜜桃 水蜜桃 中芬还是齐流海 呃 齐流海 正派还是反派 正派 犬戏少年还是猫戏少年 犬戏少年 玩游戏还是看动漫 呃 看动漫 最想说为二期元里的哪个角色 尼老法师 请说出毕本赖衣的理由 真诚可爱 哈哈 你和方语伦谁更帅 方语伦 来到了一座荒岛 你觉得自己一定要带哪三样东西 呃 漫画书 然后求生指南 再代文 这岁数 请用赖衣宁可 野户造语 赖衣宁可 死也被没有毒蛮 来展现一下你的作品 然后解释一下 为什么粉丝在你心中 会这样的形象 不是艺名吗 我觉得艺名还挺可爱的 所以把它画成像 像个小人一样 对 是不是有像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把我自己给画进去了 其实是自画像 自画像 我先来 山峰点火 到你了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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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樱花 画 画 画里为老 老无所依 溺于眼表 表里不依 赞 我来 一呼寻常 空空如也 夜宫号龙 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 哈哈哈哈 龙的传人 据我所知 应该不是成语 再想一想夜宫号 后面可以接的成语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那我就 人才被冲 出其不易 一事无成 自在千里 力争上游 游龙细凤 游龙细凤好像不算成语 试着换一个吧 力争上游 请继续 我认输了 我认输了 你牛行了吧 这一轮 你一共接了39个成语 太厉害了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怪 怪可爱 你会弹吉他吗 不会 那你为什么 拨动了我的心弦 你说起来 我发现你 你没有解釋